在金河会下个星期将在新加坡登场 马英九总统今天下午接见代表他出席领袖会议的连战 以及企业代表团 APAC领袖会议11月14号在新加坡举行 马总统傍晚接见领袖代表连战 以及企业领袖代表团一行人 强调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教性 亚洲地区区域经济整合是非常快速的在进行 我们中华民国恐怕不能够落后 也不能够不快速的跟进 至于企业领袖峰会 赵网力在领袖会议之前展开 今年我国企业领袖代表团 由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担任团长 另外两位企业咨询委员代表 是威盛及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 联华电通董事长苗峰强 代表团成员有来自科技业 金融业 食品业等不同产业 将会在峰会中与其他会员国进行经贸意见交流 趁机会将我们台湾的企业界的优势 介绍给各APAC的企业界 以及将台湾的企业界所需求的这些 各个的不同的意见 也会尽量的表达 由于APAC举行期间 正是两岸ECFA及MOU进行非正式谈判和协商的时机 企业界也将借机表达意见 这个进度也好 这个内容也好 希望都能够对双方的这些产业都能够有最大的一个帮助效益 说好不触及敏感议题 在商严商 能与APAC各会员国政治领袖与企业领袖齐聚一堂 将是建立彼此合作关系的最好时机 记者张金城博韵台北报